大家好,我是小赛 对于一个吃货来说 没有什么事是一顿肉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两顿三顿五六七八顿 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吃五花肉 以后五花肉买回来不要直接炒着吃了 当然也不要再红烧着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五花肉非常好吃的新吃法 不炒不炸,入口即化,暖暖不油腻 越吃越香,好吃到停不下来 色泽浮亮,看着非常的有食欲 闻着也特别的香 下酒又下饭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吃 家里来客做上这样一道菜 真的是太有面子了 下面请跟随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制作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新鲜的五花肉 咸五花肉 我们要选择这种五花三层的 这种肉比较瘦 吃起来比较好吃 接下来我们将五花肉改下刀 将五花肉切成厚一点的片 这个五花肉要稍微的切厚一点 大概切成一公分左右就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将五花肉切成像视频中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个青椒 用刀将青椒从中间切开 一分为二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然后准备一个小碗 碗里面加入一把干香菇 碗里面加入清水 将香菇泡发 再准备一个小碗 碗里面加入两片桂皮 两片香叶 两个白纸 一个炒果 一把干辣椒结 然后准备一些剥好的鸯鸯蛋 接下来将锅烧热不用加油 再下入肉片 一块一块的都给它放进锅中 然后我们开小火 慢慢的把肉给它煎制一下 把里面多余的油脂煎出来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好吃 一点都不会油腻 一点都不会油腻 一面煎制金黄以后 我们把肉给它翻一个面 把另外一面也给它煎制一下 将肉片煎制两面金黄 在煎制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不停的去翻动 不要把五发肉给烧焦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将肉片煎制像视频中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将五发肉盛出来 再放入一个烧锅里面 将肉片摆放好 将肉片摆放成我们喜欢的样子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将锅中的油 倒入油瓶里面 然后将锅烧热 倒入食用油 然后往锅中加入一勺白糖 我们来炒个糖色 将白糖炒至融化之后 我们改小火 在炒制的过程中 白糖会变色 由黄色变成枣红色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观察 再由枣红色炒至冒小泡 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将糖色炒成像视频中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勺子不停的搅动 搅拌至像视频中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将里面的糖色 倒入烧锅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个葱结 几块我们刚才切好的姜片 将大料也放入锅中 加入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鸡精 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提色 一小勺蚝油 在碗里面加入半瓶的啤酒 然后扣上盖子 开中小火炖45分钟左右 接下来将锅烧热 倒入食用油 然后将安全弹倒入锅中 用小火给它煎制一下 将锅轻轻地放动一下 这样安全弹不会粘锅 也不会破皮 安全弹也不会烧焦 在煎制的过程中 我们全程都要不停地放动锅 这样煎制出来的安全弹 才更加的美观 将安全弹煎制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将安全弹煎制像视频中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我们的五发肉也炖好了 打开锅盖 哇 好香啊 然后用筷子 将里面的大料挑出来 不要 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全部挑出来了 然后把煎制好的安全弹 倒入锅粥 用勺子轻轻地按压一下 让安全弹浸泡在汤汁里面 接下来将锅烧热 倒入食用油 油了之后 下入青椒 再快速地翻炒 将青椒炒软 我们来看一下 将青椒炒至起虎笔状 就可以了 然后把青椒盖 放入砂锅中 把刚才泡发好的香菇 也放入砂锅中 再扣上盖子 炖5到3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 哇 好香啊 一股香气 铺皮而来 一道非常好吃的五发肉就做好了 做法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你一看就会 这样做出来的五发肉 不炒不杂 软乱入味 一点也不油腻 入口即化 好吃又下饭 还非常的下酒 一上桌连汤汁都不剩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 就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做吧 如果我的作品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免费的小星星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